R&B 我現在有仁位在台北的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南門園區 從我背後的景觀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後面的古蹟非常的 古色古香又有特色 那为什么今天会在这边呢 我刚刚下午来参加的就是 柏列台湾博物馆跟台电一起合办的一个展览 叫做导电生活 那这个展览会持续到后年的4月 那现在呢 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台湾博物馆之美 我之前经过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这里 诶 看过去就觉得很想要进去的感觉 我今天就带大家来走一下这个园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电生活的这个展览 OK GO 从这个南门路一段一号走进来呢 诶 好像里面有餐厅诶 来看一下餐厅在哪边 博物馆 卖店跟餐厅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玩一整个下午 好 从这个南门路一段一号走进来 就可以看到三栋建筑 这一栋呢 算是行政大楼 然后这一栋叫做小白宫 左边这一栋呢 它是红楼也是一个主机 那我们今天看展览的最主要的空间呢 就是这个空间 那因为在日本时代啊 台湾总督府规定就是蟑螂鸦片 烟酒食盐都是公买 所以在1899年这个地方就建成了 当时呢 是蟑螂跟鸦片的工厂 在1899年落成 一直营运到1967年 蟑螂开放民间自营之后 这个工厂于是后来就废掉了 然后废掉之后呢 现在仅存有的这个骨积 可以看到我后面这栋小白宫 这栋红楼 还有一个那个400年的 好像是储水槽 我们等一下去看看 面积已经不及当年整片工厂的八分之一了 所以简单来说 这边就是以前日志时代 蟑螂公卖的工厂跟制造所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哪边还有骨积 我猜这个后面这栋可能就是后来才干的 是的 当这个小白宫呢 它其实原本叫做物品仓库 它是台湾仅存的鸦片产业建筑 就是当年鸦片就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然后这个红楼的话 就是蟑螂储存的仓库 所以它现在里面其实就是跟蟑螂有关的展览 沿着我脚下走的这个弯弯曲曲的 它其实是轨道哦 它是当时就是为了搬运原料物品跟成品 所以在这个南门工厂 所盖建的这个轨道 那这是台车 那这个其实已经是重新复刻新建过的啦 已经不是当时真正的轨道的材料建筑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什么 这就是四百石储水槽 好来帮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四百石储水槽是什么玩意儿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做那个松烟作品的时候 那里也有很多的储水槽或是消防系统 工厂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工作环境容易发生火灾嘛 所以当时其实为了因应出它们二度发生火灾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们就盖了这一座四百石储水槽 这个池水的水源的来源是 制作脏脑跟鸦片制作过程中用来冷却它们的冷却水 也会排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水除了一般做消防使用 然后也会有灌溉啊清洁使用 就是多用途就对了 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 大家一定会想说四百石的石是石头的石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四百石是一个单位 它其实换算起来是七十二立方公尺 就是它的水可以储存七十立方公尺的水 所以它叫做四百石的储水槽 现在变成一个古迹嘛 所以中间那个消防 大家有看到小小的消防这个 这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意义这样 诶我傻眼 我刚刚想说完了展馆里面可能会有时间限制 所以我就想说那赶快去 结果四点五十分 他就跟我说展览已经关了 因为展览只有到五点 可是今天好像不算是正式的那个展览 今天算是开幕前的一个节奏 所以它已经关了 我刚刚其实听完展览以后 本来想要带大家去导览 但我可能我就下次再找时间来 但我觉得除此之外 这整个园区真的蛮舒服 它其实园区不大 你看我这样绕一绕 后面是厕所 这边有一些休息的休憩空间 那我就把这个园区 介绍的比较完整一点给大家看好了 就是它还有一个移购 啊是这个吗 哦移购保护区禁止进入 对对对我刚刚就在找这个 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移购是什么东东 好的在我后面这个凹凹的地方啊 它其实就是试验室移购 所谓的移购就是建筑遗迹 在2008年考古发掘的时候挖掘出来的 据说是当时的总办公室 然后也是整个长区里面最精致的建筑物 但是它就是消失了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以前的照片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已经天快要黑了 我要回家了 其实现在才5点10分 可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灵硬茂密 所以看起来会天黑的特别快 我现在走到园区的外面 然后这个园区啊它其实开放到晚上10点半 所以大家如果是吃饱饭想要来散散步啊 但最好不要自己一个人来 觉得如果是晚上的话可以结伴同行 然后它这里有一些园区的打光 其实都还蛮美的 到这个时间点它就会有一些灯光亮起来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适合 蛮适合晚上来的地方 好大概是这样啰 我们今天又来到这里 可能会觉得我今天衣服很特别 今天我会放点我们的大屋 半个小时的车程我骑了两个小时才到 中间是一直大了 后来放弃的直接狂奔过来 今天来到这边是特别要在大家来透过 跟着我一起看这个导电生活的展览 那导电生活我简单讲一下它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 当一百年前从没有电 然后到水力发电 到现在火力、核能 然后公力发电的这个独到有的过程 让大家了解电力发展的历史之外呢 然后也可以知道说 以前的人是怎么样运作这个电力的 再来第二个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 每一天眼睛睁开来就是有电 根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电的生活 对我们可以透过以前的人怎么样 生活跟去反思没有电力的时候 我们生活会多么的不便 发现说啊我们原来活在那种 幸福的有电的这个世界里面 再来的话呢 是过去这个超表园的访谈也蛮有趣的 那我们就二号桌桌桌 我们直接开始看展了 诶这个水源地就是我在公馆做的那个 城南的公共艺术的时候 一幅是在讲水电的那一幅 所以当时公馆站的火车站的下一站 就是水源地站 所以所谓的水源地就是水源出来的地方 他就是在刻画以前的艺术家 像这个是陈崇波的作品 以前啊这些电缆啊都还没有地下画的时候 刚开始大家有电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在这样子的矮平房 然后农田农村中树立起一根一根高高的电线杆 当下可能就象征着 大家对于未来的向往 虽然可能不可能想到现在的电 可以有这么的便利 可是那样子的新奇这些作品 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当年那个时代 电力发展的希望 所以呢 像这边又会有一些 你看你看他这个 这个就是台北预备火力拔定锁 下一个地方 以前的台湾总督服的明信片 知道吗 因为有在讲说 刘铭船其实是台湾一开始有电的这个烂商 刘铭船先生全世界应该都知道 台湾电力创业百年 所以台湾有电其实才一百年前的事欸 其实很近 因为我的奶奶刚过一百岁 所以我奶奶出生的时候 那时候才开始有电力 就很难想象 就是我们的祖母辈的这么长的过程中 去体验到从没有电到有电 然后到现在这种便利 那种科技发展的过程 你就可以想象说 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么便利的科技 其实他们是很不习惯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用手机会很有障碍 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比起我们下一辈 用电子产品那个障碍 我觉得还是有明显落差 现在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 呼声就会得到 这好有福哦 你看他这种以前手写的 日月潭第一发电所及水路公式的状况 以前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测试 和后一本然后去记 然后这种东西久了以后 就会非常有时代的密集感 现在应该都是直接电脑化的 所以未来越来越少这样的 其实这个会越来越紧张 你看他这边有讲 经济不能源租 最新公告的再生能源发电的部分 包含了再生能源 大家知道吗 就是比较环保的能源 不会造成的废料 包括水利、地热、蜂蜜还有太阳 然后目前呢 台湾的再生能源 当然水利是占最大多数的 台湾的发电厂跟发电站 台湾也没有发电厂欸 因为地下人筹 所以不是很设置发电厂 所以只有新的 贵山生澳 生澳已经可以出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的水利跟火力发电在哪一年 然后哪边建成发电厂 哦 然后现在1945年 20年间变多了 还没带完还没带完 1945年 好带完了再来 2000年后 2015 因为现在电历是能够公营的 然后 大多数日子时代 其实有很多的连续电厂 然后因为有很多的电力需求 所以很多人就拍摄电厂 电其实说 公营连生有一个很大部分 就是在工业 然后比如说 嘉宾的林业 花林的金属业跟化工业 其实都跟电历的设施的 引进跟开发的新建有关系 所以产业才有办法发展 他认识这次台湾银行内 开始使用电灯 所以早期的银行是没有电灯的 大家很难想象的一个 就是没有电灯到底要怎么办是 台北的夜景因为电灯而 非常的热闹 夜晚的台北网兵街道 这都是以前 开始有电灯之后的台北样貌 有很多华丽的灯饰 这些照片真的都很老欸 蛮不清楚的 然后他这边就在讲说 有了电之后 柴油的画面有哪些 比如说晚上还是可以捞金 因为有一盏灯 然后这个一格 也是你看他这边周边都是灯泡 夜市生活 也是因为要有电了 才有办法夜市什么 这个路灯 然后招牌 小型柴油发电机 使得夜市的内容更多元 他们开始可以用发电机来烹煮 深宝台三星电冰箱的广告 这里可以听到一些老广告 别担心 大家都买得起 深宝台三星电冰箱 很酷欸 这个蛮有趣的欸 我再听一听 各位观众 您家里的电视机 常常有这些现象吗 这是笋台器的毛病 就是笋台器容易抹损 接触货量 毛病可多了 发生气 然后这边呢是在讲当时还没有便利的时候 人们怎么样去 比如说让自己有晚上夜间的时候有灯光 这边照得很漂亮 你看它的鼓的跟次用玻璃去吹出来 大部分我们看到都是这种金属的一些 玻璃油的灯 就是在跟大家讲说以前那个年代大家怎么样照的 油灯 然后接下来就替瓦斯灯 还有电池灯 反正有了电之后呢 就有很多的电器啦 电器对大家来说 当然是西充品牌 谁家都有电器 但是呢 以前呢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用 电风扇 国际牌 干电池 铁招牌 电池在日本时代已经引进台湾 这个是国际牌的电池 哇 这个电池好酷喔 这感觉是已经有钱人家小朋友了 你知道以前就是我妈妈那个年代 有电视的人家就是家里有钱 然后所以只要比如说打棒球的时候 全部周围的影片都会去那个有电视的人家看电池 这个很有趣 它就是透过按这个 然后它就会开始寄说你的用电量 按着就是我在吹 比如说我现在吹了1秒 吹了2秒 吹了3秒 它就一直在寄费 我们把它按到出现0.01元好不好 这边都你们都不用钱 其实电风扇应该是蛮不耗电的 对不对 大家尽量吹电风扇哦 不然我们来试试看 我觉得电灯一定也不用钱啊 大家猜猜看 灯跟这个奶油比较耗电 答案是电灯耶 那个3.4瓦 这才1.53瓦 哦 因为它没有在运作 它可能充电 那我们来看看这支收音机 好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吹风机 我猜吹风机应该是最好电的 诶 对耶 304瓦 电灯的100倍 以前开始有电的时候就会有些宣导广告 你看这些宣导广告很可爱 虽然我们不可以在电线上挂衣服 你刚刚有讲嘛 以前的电线跟电线都是外露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赛衣服 免费算是这样 它其实是很危险的 不可利用电线悬挂衣服 这是第一个宣导的 霓虹灯不要太靠近易燃物 你愿意霓虹灯是有灯的吗 现在我们都知道说有电的 我们也不能太靠近一些 危险的易燃物或火源 但是你先要宣导 你看这个女的很性感 浴室内最好装置 拉帘或墙壁开关以侧安全 诶 可是怎么会有人把 插座放在浴缸旁边 这个蛮妙诶 电锅冷气洗衣机 不要同时都开动 这是那个回路问题 现在当然是容易跳电 所以刚开始用电的时候 会有很多电力的宣传 安全性宣传广告 这边就是在讲说 以前的超表员 不只是超表 它还有很多的工作 因为现在收电费 我们就是在往路啊 什么什么搅一搅就好 以前收电费啊 就是要超表员 要顺便收电费 当你住在天远山区的时候 有时候会需要有电力的维修 所以超表员 电力的维修 还有跟收电费 他可能就一趟就去 一次完成全部 所以他们以前都会跟这些 家伙啊 感情很好 然后认识很深 这就是以前的 不同年代产生的情谊 现在很难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太便利了 上次来啊 就是有邀请两个 退休的超表员 现场分享故事 我们来听一下他讲的 精彩的故事 另外啊 还有用户哦 如果有人在互动 知道我们固定地域哦 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没有关 我们全就关在那个里 搜店底下你自己拿自己找 搜尽就放在那里 另外还有一家哦 我们会收起来 但是我仓墓没有关 我仓墓哦 有一条生日 生日里下哦 有个男人放钱 你就把 提起来 把钱放在底下 多少你就自己找 就是这样 所以我那边搜店会 如果找不到 你找隔壁搜尾 隔壁是吧 隔壁就是对面的山 叫做隔壁 我们一定会遇到婚三喜庆 我曾经遇到一个哦 刚好结婚 第二天的时候 我去收店位 那个客户说 你今天不吃我的喜饼 喜糖哦 你就不要收费 一定拿不到钱 结果就收 我抽他那一块的喜饼哦 这样 他那个地方三只 有四种 第一种是大饼 另外一种是什么 鱼汤 另外四个 不认为这些鱼汤 从一个吃以外 哪里有一个吃饱 你一个人一年 就出来红柿 红柿出来 那时候我一直都在 乞串 上了 大鱼儿子 所以有时候去操店 上去 够的跟我们够 我感覺不空 但是這樣出門 然後女兒女兒說 我介紹那女兒子 做女朋友好嗎 還有一項就算了 以前拜託再去 要想辦法 那天中午就算了 除夕 除夕後 再上電灰機 家庭又無聊 要看嗎 我會覺得我的印象 真心就算了 我差不多 6點 天後就開始出你自己收 5點半 排隊啦 像我們排隊 尋找找比較不好 我上次有來看這個 我就覺得很喜歡 這個爆炮 你會覺得很有Fu啊 就是這個是 中費一代 所以這裡面喔 都是裝很多錢 以前的超表卡布 然後電價表 台電 歷年的電價表耶 所以這個翻開就可以看到 電價是 每一年多少錢 然後現在多少錢 所以它這邊有很多 以前像你看 就是 手寫的一些 證啊 或是單子啊 或是 收據 這類的東西 最後 有一個 它用這個紅色的線 實體的 去讓大家感覺到 這個很像是 燈光 燈數 就是因為有變 所以開始有這種 雷射燈的感覺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這個展覽到2024年4月7號 然後一樓呢有他們的常設展 是在講 跟張樹有關的故事 然後一次來就可以20塊看兩個展覽 還可以認識這個台湾歷史博物館的歷史建築嘛 跟環境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再幫我們留言 想要看哪個展覽 喜歡我的影片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啦 拜 好 我們很幸運邀請到這一次展覽的兩位共同策展人 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好 我是台博物館教育推廣組研究助理李晶賢 好 那大家好 我是台灣電力公司公眾服務處聘資 其實也就是處理展覽一些文化設計的事務 對美聘資 我們其實認識很久 對很久很久 這個展覽在台博物館南門館的二樓特展室 那這個展覽想要帶給觀眾什麼 其實談到電力 大家都認為就是很科技的東西 我們就反科學式的去談 就是我們沒有要談電的那些技術啊 談的是跟人 跟我們感受最有直接關係的這些東西 乍看之下好像是我們現在的人 其實沒有我們從過去100年來 接觸到這項能源一開始的人去談 他可能是視覺上 可能是文字上 留下來這些紀錄 那我們可以透過他們這些紀錄 去理解去讀出說 他們在他們那個時代 受到這樣的一個文明衝擊 文明化的過程 以及接受到這樣新能源的一個挑戰的時候 他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反應 然後他所表現出來的習慣上是怎麼樣的反應 也可以透過他們的日記生活 他們可能只是在寫生活 但是我們可以從裡面看到一些 跟店有關的一些秘密 但是這只是一個破題 那其實我們最後面想要談的 其實是我們這些習以為常的日常裡面 背後未曾注意或不願意去想起來的東西 就例如說 淺一點的就是使用店所花費的成本 那個成本可能是錢 可能是國家的錢 可能是我們自己的錢 有可能是我們的生態 有可能是我們的環境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人們的成本 然後另外也有談到就是說 我們都認為電是一個文明的象徵 一個先進的一個標準 可是問題是我們卻很幾何時 難以想像到過去的電也曾經誤用過 就例如說日本時代的愛詠縣的通電鐵絲網 他曾經拿來作為透過通電 然後來組合人和人之間 那其實這是活生生血淋淋 過去台灣史上面的一個例子 可是我們今天教科書上不見得會談這些事情 那我們談的都是電力帶給我們的方便 這次的展覽 刻意的將這些東西議題喚起 言人所不能言 然後私人所未能私的一個地方 引起大家思考 所以其實台博館他們主動邀請我們合辦這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我們覺得很棒 棒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也很想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台灣島嶼這個島嶼上面能源有限 但是生活上我們要用電 那這用電的背後其實從 就像剛剛有提到百年前其實我們就是很環保 很再生的水利 那但是隨著大家對用的需求的渴望 然後開始不管是火力 後來的核能 到現在其實面對這樣子環境的變遷 其實我們慢慢又需要再走回到這個 所謂的再生能源水利也好 天然能源也好 透過這展覽 除了讓大家知道說這一個時期 這百年來 大家是怎麼經過有電這個時代 那回過頭來 大家可以一起想想 在我們繼續需要用電的未來 那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選擇 謝謝金賢跟Tim之很精闢的解釋 那謝謝 掰掰 那現在我的腳上也是這樣子 登登